之前复兴摩电的时候 我顺带采访了几位B站用户 发现大家对于着陆方面的跳程需求还是挺高的 所以说这次我们就分享一个简易的着陆方式 但是先建议大家翻一翻我之前上传的一个视频 中间有一个F18三度下滑近镜的视频 可以先看一下 我们待会会演示如何通过速度适量以及你的抚养指示 来建立一个近似三度的标准下滑 再重申一下这个距离和高度之间的关系 如果你想建立一个三度的下滑 那么距离机场的距离每增加一海里 高度就应该增加300英尺 假设我们想从大概2000英尺的地方开始进行 那我们距离机场的距离应该保持在七海里左右 所以说从刚刚在地图上的测距可以看出 现在就应该保持大概2000英尺高度的平飞 飞到海面上的时候 然后再右转开始进进 如果玩过民航的费用呢 应该知道机场前面还有两个性标台 近台和远台 现在这个就是远台 远台是远台的位置距离 跑到中心是大概三海里左右 所以说如果你从地图上两个圆台的距离开始进进的话 这个高度大概也需要保持2000英尺 现在急速右转来消耗一些能量 这样就可以降低速度 在下滑之前一定要先对齐跑道 而对齐跑道的方式并不是朝着跑道飞 这样的话你在着陆的时候 速度方向和跑道方向还是有一定夹角的 而是应该先虚拟出一条跑道的延长线 然后先飞越这条虚拟的延长线 在航线与虚拟延长线的交点的那个位置 再开始转向跑道 这样的话可以保证你的着陆时的速度方向 大概与跑道方向是平行的 这个时候呢我们注意这个速度适量 如果你现在飞机的运动方向会与地面有交点的话 这个速度适量会自动指向地面的预估的落点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把速度适量压在跑道上面 由于我们之前开始下滑的距离选择的比较好 这个时候速度适量大概只在HUD上面-3度的刻度位置 也就是说这个下滑的角度也是大概是3度下滑 而我们的复阳指示现在是正8度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保证是后轮先出地 如果着陆的时候垂直速度太大了还可以往后轻轻带一下开 着陆之前呢最好把比较给锁定了 不然的话这个F15很容易就因为转向太距离而侧翻 当然如果你刚才下滑的时候发现速度适量比-3度要大 那就说明你的下滑角度太高了 就可以选择先向下小角度俯冲一段距离再拉杆重新开始进进 还有就是说F15C它的起路加太脆了 垂直速度太大的话它是会被折断掉的 以上就是全部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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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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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